台股昨天是开高走高 赚上了8100点后 缓步向上 收在8163点上涨了79点 分析市认为台股第三季 进入了电子传统旺季 配合下半年 苹果新品推出 将有机会带动指数上攻 蝶幅较大的电子股 也有机会转强 更多的关牌重点 带你来看经济日报 就是热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